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下面这个看科幻就可以知道 保随菩萨初心分两段 丁字下第一 明期去申报 于狂扶第二剑刺 第二 便无意谋定 于狂扶第三剑刺 参学大师看这个经文 前后勾手连环 非常严密的组织 说后文 你不要以为它好像是没有用 好像是另外的 这不是的 跟前文大有关系 前面第八卷开始刚说过的三件事 三件事都需要注意到出发心的人修学的主要的境界 出发心 刚刚向我们出发心 这个三件事 我们是最重要的 假如没有把这方面做好 后边的修行不会有所成就 说明七趣的道理 七趣啊 我们平常讲六道 天人 恶修罗 三善道 地狱 鬼 出生 三恶道 平常都讲六道 或者是五趣 五趣就把这个欧修罗略去 欧修罗就包含在鬼道跟这个部分的天道里面 说六道 六道的比较普遍 六道比较 一般人都晓得所谓六道轮回 现在这里说七趣 愣眼睛比较特别 加一个仙趣 修仙的 因为他加一个仙趣 这是从人道开出来的 修仙都是人嘛 人在修仙比较多 那么这个仙趣 从人道修仙的这一类众生 另外分为一类 所以有去去 去是去向 修仙至正国 就是去 做这个因 将来成就这个国 例如说 五戒十善是人的因 去向于人的国 七趣生报 怎么样是修身 怎么样是修国报 把这个七趣众生的因果说得非常清楚 这个用意在哪里呀 狂扶第二见词 前面的第二见词主要就是时间 说第二就包含第一 因为第一是注重在遮剑 第二是注重在信剑 那么总之一二都是注重在剑 说第二的剑刺 就是保持这个剑法 下面说这个七趣声音呢 它的用意就是要使世间人知道善恶业报 如果破戒破剑这个问题的严重情况 如果修学佛法的人对这一点没有做好 所修的都不能成立 所以后边第一个阶段说的话 就是欧南问 佛的答复 说出之去 这个就是为了要狂扶第二见词的 持戒的用意 所以有这一颗文 然后第二段 变五印魔镜 五印魔镜从第九诀 经文的第九一直到第十 有五十种印魔 印就是运 五印 旧意叫做五印 新意叫做五印 五印皆空 我们平常念心经的五印皆空 这里五印就是五印 不要念着五印 这是遮印的印同印 读破印 五印 印是遮印遮盖的意思 被这五法遮盖了 真心显不出来 变明五印的魔的境界 就是色受想行识 五印模的境界 详细说明来狂扶第三见词 所以便五印模镜 以狂扶第三见词 这个话 我在前面讲实性 讲完的时候 神说过 那你就说明 这就是在从干慧地 到实性 要进入实诸 越元教说 到初诸就分破 无明分正法身 那么这个五印模啊 就无奈他好了 那么实性这个时候 干慧地到实性 这一段时间最麻烦 如果你没有认清 搞错了 会把魔镜当佛镜 流入魔镜还不知道 所以有些人学佛学成魔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说五印模镜 用意就是狂扶第三见词 就是修行的人刚刚从三见词开始正修的时候 从干慧地经过实性 这一段时间最重要 假如这一段时间没有认清楚 没有认真 认到这个掉落的假法 好像天秀 认到那个东西的话 那就很危险 就会落于魔外 不是天魔外道 就是一些鬼神之类 所以后边 佛无问自说 到第九卷呢 就是如来将霸法做 本来佛的说法 已经到了一段落 可是佛又想到 这个五印模镜如果不说的话 不会有人问 所以佛无问自说 那便明五印模镜 用意就是在狂扶第三见词 就是恐怕在修行的时候 从干慧地理 在实性这段时间 认错了目标 发生这个去移谋道 去移外道 都不知道 那个问题很严重 所以佛不能不说 最后以佛的大慈悲心 才无问自说 那就是便五印模镜 狂扶第三见词 那么看这个科判 就知道这个后文 与前文大有关系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啊 可以知道 经文前后是连贯的 彼此都有连带关系的 不是单一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顺着这个文字啊 先按照科判 把科判农清楚 保随菩萨初心 所谓初发心菩萨 还没有正如初度之前 都叫做初发心 正如初度了才算是发心到家了 因为能够破无名正法身了 还没有破无名正法身之前 都叫做初心 所以这个菩萨初心的范围啊 从初发心一直到实心 从初发心一直到实心 都是初心 现在讲第一段 明期去申报 以狂乎第二点次 就是注重时间 经文分两段 第一 请说业报令信 波南俊哲 他行不差道 发心要教法后来的众生 所以他请佛说 这个众生的这个业报问题 此令众生能够生起信心 由此啊 不至于走出了路 破见破见 所以这个第一段 请说业报令信 无至下第二 杰明希望眷从 这是在最后 已经到第九拳的末端 第九拳的这个 就是这一颗的末端 就是总结前面的文字 现在先讲第一段 就是请说业报令信 无至下第一 请说业报令信 分两段 分二 就是分两段 即自下第一 续一 捏情 第二 加息 想说 欧南俊哲 听到前文之后 所知道的利益 跟住 就请罚 请求说后边的业报问题 捏 跟住来 卡掉 对的来 跟住来 跟住来提出这个问题 一方面 先叙述自己得到法医的实际情况 一方面 这个法医说完感谢佛之后 要请佛说 再继续说发 有关于夜报问题 他有疑问 要请佛再继续说 所以叫做 须一 捏情 须一捏情 这一段文 这个文字很长 我们念一段 说一段 说是愚意 即使欧南基督大众 对蒙如来 开始密印波达拉义 见闻此经了意明目 顿悟禅楼 修进圣威 正上妙敌 心律虚宁 断除三界修心六平 维系烦恼 这一段是杰吉家 把他连贯前后文 排进去的 是先说明 欧南所正道的利益 他听到前文之后 欧南大在这里 正道第二国诗头寒 断了欲见的前六平诗货 正道第二国诗头寒 先叙述这一段话 说是愚意 是愚 之前文佛所说的五个精明的 这个解精明的文字 那个意义说完之后 已完毕 佛把这个解精明的五个精明说完之后 即使就在那个时候 随时 欧南并及所有的大众 诸大众包含整个论言会上所有的听众 登蒙如来开始秘印 菩提拉伊 承蒙释迦牟尼佛大师大悲 开导指示前面所说的 从如来到妙真如性的三卷半经文 一直到明远通门 说明二十五元通 然后是菩提路 这一路道理都详细开始 这是佛的密印 密印 印是印证 经过佛亲自证悟的这个境界提出来教导众生 这个普通一般人是没有办法体悟的 就是大菩萨也未必能够完全明白 所以叫做密印 波达拉是凡于 就是前面的最大多波达拉 就是这个楞严咒大白散干 这个道理也已经说清楚了 就是咒也说了意义也明白了 尖闻此经了一明目 尖是尖待 尖待刚刚听到的 佛所说的这一部经的五个经名 这就是最了意 最殊胜的这个妙法 这个明目 明目就是经题 经题的这个名下体目 这个明目已经列出来 他听过之后 欧南顿时悟到这个禅罗修定的圣位 修禅定 禅罗就是定 由此开发智慧 次替修定 到了这个圣国的结尾 一步一步望上镜的镇上妙离 唯妙的法医 不可思议的真理 那么一步一步望上镜 他慢慢的提悟出来 到了这个时候 听到经名顿时的完全了误了 心力虚拟 心理的私利完全是已经消失 这个私利回到这个广大的真心 虚就是动态无碍的意思 宁就是坚固而完全明白的这个真如自信的妙离 那么由此他到了这个地方 欧南顿者 断除三界 修心六平 我一系烦恼 这句话就说明 欧南到了这个时候 把私货 欲见的六平私货断掉了 三界 就是欲见 十界 五十界 众生的根本生死的问题 就是见私货 见货八十八十 欧南在第三卷经文听完了 妙三总是不同尊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正到出国 没有听热眼睛之前 欧南还是跟我们一样的反复 听到第三卷完毕 都得到自己的本心了 所以他说去 在说去送上参谈佛 那个时候 第三卷经文完 欧南正出国 现在到了第八卷 精明结局 精明结完 欧南听到这里 就把这个私货 欲见的私货 断掉六平了 见货八十八十 在出国顿时断掉 私货有八十一平 这个八十一平私货配合三界九地 三界九地 每一地有九平 九九八十一 三界九地 欲界唯一地 五聚杂居地 十界四禅四地 五十界四空四地 这个每一地都有九品私货 那么单在欲界五聚杂居地 有九品私货 这九品私货当中 它能滋润七番三十 那么从上上瓶到中下瓶 这六品私货 它能滋润六番三十 所以欲南到这里 把前面六品 欲界六品私货断掉了 这个私货很维系 所以叫做维系烦恼 分番之怕 闹乱 众生生生生 这个烦恼很维系 私货很细 而到了这个时候 欲南已经断了 欲界六品私货 剩下后边三品 下上下 中下下 后边三品 这后边这三品 能滋润三界 欲界的一番三十 所以如果欲南 在这个时候入内藩的话 他还要来人间一次 剩下一番三十 但是欲南 他继续修行 一直到佛入灭以后 结枝一三藏的时候 才断掉后边的 四界五四界 七十二品的 所有的私货 跟欲界的后三品私货 一共七十五品 到了这个结枝一丁藏之前 才把这个三界私货断掉 送到欲罗汉国 所以欲罗汉国 他是到了结枝的时候 才正到的 他到结枝的时候 要结枝金藏 他是负责任 结枝金藏 假如没有正欲罗汉国 不能参加结枝的法位 所以被加社尊者硬破 逼迫他 非修正不可 所以他以七天的功夫 才把这个私货完全断掉 来证到欲罗汉国 然后半夜到 这个毕波罗汉国 结枝金藏的地方去 去报道 那么因此之故 他这个时候 听到第八卷 到了这个经民结束 他就正到 第二国 叫做斯托汉 就还有一番生死 那么这是叙述欧南政国的经纪 基从咒齐 顶礼佛族 合掌 恭敬 而白佛言 这还是结枝金藏 把当时欲罗汉寝罚的 这个威仪 叙述出来 他已经正到 这个斯托汉二国了 所以这个时候 随时从座位起来 一方面感谢佛 杜华他 他已经正二国 在顶礼佛族 五体投地 拜下去 两个手掌翻过来 接佛的足底 而来顶礼 这个叫做顶礼佛族 就拜到佛的祖像 这个接诸礼 拜好了之后 起来合掌 自成恭敬的 禀白一世家牟尼佛 说了下面的话 这里就是三页恭敬 从座齐 身体 从座齐 五体投地 顶礼 就是深页恭敬 这个合掌恭敬 就是表示 他内心的异地恭敬 白佛言说话 就是表示口业恭敬 三页恭敬的 来向佛鼎礼请法 大伟的世尊 此因无则 盛开众生 维系生活 令我今日 身心快然 得大饶益 这段文 我先说他自己 这次文法之后 所得的利益 感谢佛 大伟的世尊 赞叹佛 说释迦牟尼佛 有大神为 大功德 有慈悲色受众生 有智慧 降服众生烦恼 所以称他是大伟的世尊 世尊世间最为尊贵 就是释迦牟尼佛 为了要请法 一方面感谢福恩 所以赞叹佛 大伟的世尊 此因无则 佛的慈悲心 说出来的法因 没有遮障 它没有阻碍 意思就是说 佛的法因普遍利益 一切众生 没有分别 没有条件 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听 听到了都能得到法义 所以此因无则 善开众生 维系生活 善能开导众生 善 就是佛说的 全巧方便 佛有全巧方便 善能说法 使众生 断烦恼 了生死 开 是开导 开示 开导指示众生 使众生 断烦恼 唯一是以臣祸 祸 祸 就是烦恼 烦恼简称就是祸 祸 就是迷惑 众生有烦恼迷惑了 所以生死不能了 受无量苦 尘显示众生的烦恼 深深沉在八十田中 众生的第八欧赖事中 有好多好多不可思议的 想不出来那么多的烦恼 而且很维系 不容易明白 所以众生的维系承获 那么 佛能善能开导他 使他能够断烦恼 而欧南自己得到利益 现在现在在这里 向佛表示感谢 令我今日身心快然 得大饶意 佛实在太慈悲了 使令我温暖 到了今天 我现在文法到现在 身心快然 身体快乐 心体更是安宁 快是快乐 然是自然 自然而然文法之后 身心安乐 这种境界 不是用文字能够表达的 这是内心的感受 真是如人饮水一样 冷暖自知 好像人喝水一样 究竟多冷多热 说不出来 你自己喝一口 才会知道 那么现在欧南他自己清正圣国 得到的利益 实在太大了 所以叫做得到饶意 饶是逢饶 意是利益 得到广大的逢饶的利益 我们看到这里 或者有人会想 欧南实际上还不如摩登切女呢 怎么说 摩登切 他一听到佛法就正三国了 正到欧南国 然后他听 这个愣眼睛到了第六圈 这个 人通选完了 他就正四国 欧罗汉 摩登切女 她是个女 女孩子 从来不曾讲过修行 他一听法就正三国正四国 就是欧罗汉 那欧南 那你跟佛这么久 当佛的侍者 听得那么多 到今天 到了第八卷 才是二国而已 好像是不如摩登切女 各位应该要知道 论正国呀 可能 是要 摩登切女正四国要高 论物理呀 摩登切女是根本不如欧南 他不能跟欧南比的 欧南他在三权经文完了之后 他就完全体正正如自信的真理 而摩登切女 他是文大正小 天台家有这个不定教 这个法医师教的不定教 他说听大法而正小国 欧南是他这听大法 这大受用 虽然正国 国为才第二 实际上 他的受用 他所悟的道理 已经到佛国 这是直升 据说当时欧南的情况 那么他问法的经文呢 我们留下一次再讲 nos有种压力 ratings 我们下期见 很多 chocolate 我 都在吴 谅 看 比如这 和 睡 上 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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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